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请听法音 佛陀的慈悲是如此的 假如一个人正在攻击他 同时另一个人正在供养他 佛陀既不会对前者产生丝毫仇恨 也不会对后者产生丝毫好感 谁是诸佛之子 以释迦摩尼为例 他的身之子乃是他的骨肉 王子罗侯罗 他的女之子乃是所有听闻 他的教法赠得阿罗汉果位的人 例如摄理佛 穆剑连 十六位阿罗汉 及其他伟大的人物 这些人成为佛陀 最重要的是佛陀的心之子 他们是观世音和文书师 和文书师利等大菩萨 实践他们崇高的发心 带领一切有情众生 获得这个殊胜难得的人生 并非偶然 它是我们在过去某个转世 曾经听闻佛陀的名号 曾经灰异佛 累积善业 即升起一些智慧的结果 如果我们今生没有羞耻佛法 肯定不会在来世获得人生 因此 不是这样的机会 非常愚蠢 不要白白浪费这个人生 要日日夜夜地修行 不再求天为冬天做准备的人 得认为是一个傻子 我们死亡时 佛法将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死亡是确定的 因此不再此时修持佛法 是非常愚笨的 每天提醒自己 如果我们不闻私修教法 不念诵起源文和咒语 在死亡时 将无依无靠 死亡是确定的 如果我们只等到死亡降临时 才开始修行 那就太迟了 当诸佛用全职之眼看着轮回时 他们不把轮回 视为一个有趣的出所 他们敏锐地察觉到 众生的痛苦有多么剧烈 众生如此努力 去追求短暂的目标 是多么没有意义 观修轮回的痛苦 将使你自然而然地 升起从轮回中 解脱的强烈愿望 与其毫无意义地浪费精力 你将转心一意 修持佛法 除非你清楚地决定 要离气柔回 否则不论你 念诵了多少其愿望 从事了多少禅修 闭关了多少年 都是光白 看不轮回 而想从中解脱的决心 乃是一切福法 修行的基础 你或许拥有长寿的人生 但它将没有价值 你或许累积了 大量的财富 但它将毫无意义 观秀死亡和轮回的痛苦 你将不会想要把任何时间 浪费在毫无意义 令人分心的事物之上 例如努力致富 击败敌人 或把人生投注在保护和促进 你所执着的人的利益之上 你将只想秀齿国法 在寻找玻璃轮回的方法时 第一个步骤 是去听闻教法 解释如何脱离轮回的教法 世尊说 除了获得这些珍贵 殊胜的知识之外 光是听闻佛法 被传授的声音 即使是召集大众 前来听闻教法的裸身和裸身 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和利益 能够使众生免于堕入下三道 透过听闻教法 即使是那些缺乏五根 而无法彻底了解教法意义的人 至少将得到些许了解佛法之功德 即使是一个如何修持佛法的一般概念 都已是十分珍贵的了 第二个步骤 是去思考你所听闻的教法 试着去发现其中的经意 解释你的心 去看看它是否真的如教法所描述的 以及你是否能够专心于一个禅修的对境 第三个步骤是 一旦你对佛法的经意 所以有了清晰的概念 你必须透过内在觉寿 来了解佛法的意义 把它融合成为你的一部分 这就叫做成修 所有众生都具有佛性或如来藏 却被障壁所掩盖 如同黄金被埋藏在土地之下 当你闻思修佛法时 你将能体现所有本具的佛性本质 与其 又再容易让你生起执着 与称恨的人事物旁边 不如前往一个完全未知的处所 在那个地方 没有什么会引起负面的情绪 你的心不会被打扰 你将能够把时间和精力 用于修持佛法上面 真正的快乐 佛陀在《杂阿含经》中 以两支箭做比喻 如果有第二支箭 射到第一支箭所造成的伤口上 那么疼痛不止加倍 而是十倍 所以我们不该让自己的想象和忧虑 成为第二支箭 而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 当我们追求感官 欲望的对象 诸如金钱 民生 权利时 并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 反而需为自己 及他人 带来很大的痛苦 人类是充满欲望的 人们日以继夜地 追逐这些欲望 因而不得自由 如果不自由 就不会自在 也不觉快乐 如果我们的欲望不多 满足于简单正当的生活 就有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 深刻地活在每一个当下 并照顾所爱的人 这是得享真正快乐的秘诀 在现代社会里 太多人用满足感官欲望 来追求快乐 却反而大大增加了痛苦和绝望 如果我们落入欲望的陷阱 就会受伤伤 就会受伤并失去一切自由 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恐惧和疆虑也会带来痛苦 如果我们能了解 并接受简单生活 且知足 就不会再担忧恐惧 我们只是因为想到 明天可能失去工作 没有薪水 才经常生活在神经紧张的幻想中 所以减少浪费 致力快乐 才是脱离今日文明陷阱的唯一出路 所有祈祷 祝福的能量 都回归人类单纯的希求 想要快乐 并和他人极超越的神圣相连结 而祈祷 无论是吴声 唱颂或禅秀 都是一种回归当下 自我探究内在安详的方式 我们真正的快乐 来自于完全觉知当下 觉知我们和宇宙 一切事物相互关联 和一切众生平等无别 佛陀佛教导我们 过去已经过去 未来尚未到尾 生命使活现于当下 回归并住在当下 就是真正回归生命 就在当下 你得以接触到生命中 所有的美好 安详 喜悦 解脱 佛性 涅槃 这一切 只能在当下发现 快乐 只存在于当下 我们能真正感觉到 当下最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 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举办 亲民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送地藏菩萨本月经 点灯供水 要供即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 日期4月1日星期六 到4月3日星期一 时间 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 东山吉祥书方 举办2023儿童节 同学小画家 提倡孩子善良 与慈悲的教育为初衷 由郝老师带领孩子们 创意发想 其中自在的彩画班体验课 同去小画家 邀请大人小孩 同来度过彩色的午后时光 备有蔬食下午茶点 倡导善良蔬食的分享 课程与茶点免费供应 12人满班 日期4月4日星期二 下午2点到5点 地点 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 东山路二段 478号 报名电话 03-9580-286 书方位于省道台九县边 附设停车场 公车路线 从罗东转运站 发车的红二号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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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吃、慢、移也一样 他们空无位置 因此没有出处 其次他们没有地方 既无所依也无实体 最后他们空于本质 既无颜色也无形状 五毒情绪在原地消融 不留下任何痕迹 本使决心便清醒蒙禄 念头解脱违法性 而无对立之神被斩断 了悟这个之后 当你在修持时 不论哪一种五毒情绪身上紧兴时 都将蒙献为法性 而无需拒绝 本诀是不需要被制造的 这是让五毒自然解脱的指导 当你依照这个原则修持 你将无可避免地获得证悟 尽管如此 像你这样的女子 都以五毒情绪来点燃自己的心 她们沉浸在不善的习气之中 并沉溺于欲望之中 她们对男子的渴求 有如二元对立的狂风 这样的女子既脏又臭 她们连对堆积着的灰尘 都执着不放 不思维佛法 只想着自己 冷酷无情且不易感化 五毒有着放肆 是嚣张的危险 因此你应当要做实修 着地的马亭马女 接着向连师问道 大师请您垂听 请为像我这样 有着诸多俗物 且分心事物的女子 赐予无需舍弃工作活动 而能觉醒开悟的教言 连师开示 法性以无数的方式视线 因此万事万物 都是觉醒的境界 若要受用 而不贪恋任何五根的享乐 就有如受用一盘食物一般 无执着是佛形的方式 由于本质极有的觉性是从 由于本质极有的觉性 是从自身开展 每一个意念都是觉性 不论心中出现什么 不要追随 让它由出现的地方被清除 这个本身就是觉醒的境界 有如泡沫从水中而生 又融入水中 轮回中的流转是无常的 没有任何实质 不论你如何历经着 生、老、病、死的无尽轮回 有如魔术幻现一般 这些都没有任何部分具有实质 因为它们全都是由你的心所生 了解它们是幻象 虽然可以体验 但却非为真实 相信有我 这是一种迷惘 因此不要相信我 或自我有任何实质 房舍和土地 丈夫和子女 钱财和家当 都有如梦中的对境 既不真实且为如幻 因此要把这些当成幻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